大家好,我是李学正 今天呢,有一个,另外一个话题 娱乐,娱乐球的问题 就是,昨天我发了一个微博和微头条 关于对这个中国演出协会 这个,还有他的这个网络直播分会 办法的一个警示名单的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多批了 嗯,之前啊,我们在私下这些演员 还有这些参加参与主播的 特别是平台啊,有关人士也曾经跟我们聊过 说过这关事,就是这个演出协会直播分会 他这个警示名单的影响力之大 是不得了的,你看他一发 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各个主流媒体都转发 那么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啊 就是说,这个名单的诞生 是怎么来的 那他写的是这个什么,经过审查委员会 专家,还有的是叫道德审查委员会 是吧,但是你首先你要考虑到 您这个协会,它是个群众组织 是个民间群众组织 对吧,你是自发的一个会员单位 那么你这个名单呢,你显然 我觉得被处罚的人是不是在你会员里边 对吧,还有一个 对其他的平台进行建议 指导什么什么,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值得探讨的 我在这里对演出协会 他们这种积极的承担责任 担当,号召,响应 这个党和政府有关部门 对劣迹的人,特别是对影响力 恶劣,对影响恶劣的那些人的 这个惩罚,惩戒 是举双手赞成的 我觉得国外是这样 行业协会影响力就非常大 对吧 这个动机,目的性 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但是我昨天提出的那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他最后那一段说 如果有不服 这个名 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这些人 可以到他们协会的秘书处 去申诉 我是从这句话 引起我的深思的 对吧 一般的在于处罚性的东西 不管是行政处罚 还是法院的判决 你不服一定的到 他的上一级 也就是发出 处罚 决定的 上一级 包括法院 上一级法院 对吧 那要是行政处罚呢 你就得使上一级的行政单位 行政机关 去复议 去上诉 但你这个就不行了 你这个显然是 到你的秘书处去申诉 你说你这个秘书处 的组成是谁 对不对 谁最后说了算 根据是什么 依据是什么 都不明不白的 那我就有理由正当的怀疑 你别说这个了 连公安 检察院 法院 都为了达到这个 打官司 案件的这个 这个有利于这一方 有利于自己的 这个这个发展的时候 都会行贿 那我就有理由怀疑 那是不是 有那漂亮的女孩子 去主动找过去啊 是吧 拿着钱去找你们 那这样的东西 谁来监督 对吧 这些问题 都会引起大众 的关注的 也很久了 只是没人发声 特别是艺人 但是不敢发声 那我在这里呢 我昨天发了以后呢 这个那个微博啊 微头条啊 这个评论很多 很多人私下跟我说 李老师啊 你要注意点 这个这样会得罪他们的 是的 肯定我发出这样 演出协会 网络直播分会 肯定会对我 耿耿于怀 但是我希望你们 能小开一点 为什么 这有一句话 有一句老话 叫做 师出有名 对吧 你处罚别人 你的依据在哪里 你的章程在哪里 你比如 我看你这个演出协会 自己介绍的一个 会员的一万多名了 是吧 但是你还 还要交这个会员费 哇 会员费 会员单位是 两千 是吧 你要按这样算 一万多名 单位 一万 一万个会员 这是我看那个图片上啊 这是网友发过的 你们演出协会的 那个章程里面 自我介绍里面说的 怎么入会 怎么取得资格 你们自己说是 有一万多名会员 那每个人 每年是两千 你想想 那是两千万 对不对 这个账应该这样算吧 你这个会员费 我觉得 你这个两千万 怎么去保管 怎么去消费 这个东西有没有章程 对不对 再有你演出协会 有关分会的组成是什么 那很多 你们内部人告诉我的 都是公司化运作 是吧 你看你那个直播协会 有一个人 网友发过 你那个企业资质 都没 未经过年审 该企业资质 未经过年审 你想你这样的 怎么解释 你是企业化 那么你几个企业性质 去处罚 别人 拉了一六名单 然后说不服的 到秘书处来 申诉 这都涉嫌一些 问题呀 对不对 你这个 你们自身管理啊 确实也应该加强 我觉得我现在给你们提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啊 对你们将来的发展 是有好处的 对不对 没有坏处 只能有好处 可以警示你们 如何去规范 对不对 你一定要向社会负责 而不能有几个人 几个公司 据说 这协会里面有大量的公司参与 进来 是吧 我也在各种协会里面担任很多的职务 但我说 我所在的协会 都明确 禁止 收会员费 这是大会 小会讲的 那我不知道演出协会 怎么能够收会员费 是吧 你特别是你那个秘书处 能够接纳 不服处罚的人的申诉 那这个权利是不得了的 你说政府部门 那是受宪法授权的 那他 没有法律的 没有规定 都不能去惩罚人 对公民来说 是吧 法务禁止 即可为 那对政府 带有执法功能的 这些神众部门 法务规定 你不能为 你何况是一个协会呢 是吧 而且你协会的组成 你这个 哎呦 他这个东西 一定给社会讲明白 只要带有处罚性的东西 一定给社会讲明白 你包括这个劣迹艺人 这一块 对吧 怎么处罚的 不管中宪部 还是国家广电动机 相关部 都明三三 三番五次 多次强调 不给这些人 出境的机会 不给这些人 转移这些机会 这是对的 但自始至终 没有一个相关政府们 出台 如何去出发 界定在哪里 标准在哪里 都是个原则性的 标态 但你这个协会 这次 多次公布的名单 已经 达到了一种 具体 每次都有一部分名单 但你这个名单 是怎么来的 谁提供的 很多网友就不服 那有的人很多是 什么汉奸言论的 其他原论的 那怎么不处罚 对吧 那人家就有理由怀疑 那跟你协会 网络直播协会的关系 如果好 你是不是在处罚呢 这些东西都有个规范 要有个进度 没有进度是不行的 再一个说 如果协会 每一个协会 都 觉得 给自己管理的 范围 有关系 都可以 这个 做出 一些 这种 处罚 行为 应该多了 举例子 我所在的 中国电影家协会 军事集材工作委员会 那也可以做 决定 凡是我们 拍电 军事电影的 号召什么什么 都不能 要抵制谁谁 列一波名单 那行不 中国电视家协会 我也在里面 好多会 也认知 电视家协会 可不可以 那同样可以 那你只要参演 电视剧 只要参加 那这些人 也搞直播 有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 处罚 那你其他的 各种文化协会 多了 如果有关系的 都可以处罚一下 那就乱套了 对吧 那协会太多了 那你说不定 电力协会 也可以发 这个处罚 这个文件 或者处罚措施的 因为你这直播 你得用电 看电视 你得用电 看电影 你得用电 那就 没有章法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一块 确实应该引起 主管部门的关注 对不对 自身的合法性 这是最重要的 你的章程 你的依据 这些东西 合法不合法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完成不了 这个东西 那我们将来会 你惩罚了另外一个恶 会出现更大的恶 你比如 假如没有监督 没有规范 那 我们就会有理由怀疑 你这个 直播分会 是吧 你大量的列名单 是吧 列了名单之后 让那些 不服的 或者你们认为 是列错了的 过分了的 这些人 到你那个秘书处 去申诉 你这个动机 你这个程序 我觉得 真的容易产生腐败 对不对 你为什么 不让你的处罚 对象 不服的时候 到你的上级协会 或者到文旅部 去申诉呢 为什么到你的处罚 单位的秘书处 去申诉 所以这个 是个问题啊 对吧 我们每一个人呢 他都是一个公民 受处罚的时候 他都有 受处罚的时候 都有一个申诉的机会 对吧 你这个机会 怎么申诉 很关键的 我在这里 我从来不给任何 列级一人 战队 洗牌 这是我的观点 我本人也坚定的 坚决的支持 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对列级一人进行 无情的 坚决的惩戒 因为是公众任务嘛 他这个影响很大 但是我呼吁的是 我们在惩戒的过程当中 必须 依法行事 必须 有法 可疑 必须 公平 公正 必须 以礼服人 而不能 扩大他的随意性 随意列一波名单 不服的到你那去申诉 什么意思 你不相当于 过去有的媒体 搞敲诈勒索 也是这样 我不管三切二级 先把你单位的问题 你列出来 写出来 然后再发到你单位 让你去看 服不服 对不对 不对的可以来找我 可以来探讨 什么意思 那就是创造 行贿受贿的机会 敲诈勒索的机会 一个道理 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要认为自己 有了一件权利 你就那么 不顾法律的规定 进行 进行这个抛头露面 做那些执法行为的事 是吧 我就说了 你行业 演出行业 演出协会 底下的这个直播分会 你的资质够不够 你的资质连审都没过 那一个图表上说的 还有你是个企业性质 你这种列举名单 这种处败性质 合不合法 是希望有关部门 给你解释 我觉得我最近 我要关注这个事 我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公民 当然我也知道 会得罪很多人 很多同行 但在这里呢 我也不担心 是吧 我得罪的人也不少 在这里呢 我就坚信这一点 我只要遵守法律的底线 爱国爱党 农历的创作出党和人民喜欢的作品 我也不怕什么人打击报复 是吧 打击报复的人多了 我经历的也多了 是吧 各个部门 一直以来 是吧 隔三差五 特别是有关执法部门 纪检部门 这个就之前啊 前两年啊 翻个底朝天 是吧 查个底 点透 但是我依然 干工作 而且这些部门也都很讲正义 讲法律 讲道德 他们都很客气 很有礼貌 对吧 包括纪委 特别是纪委 我们军纪委 当然他们的这个来之前啊 那谁告的状 谁坏的事 我都知道啊 这与当年 人民的民意播出 得罪了一部分啊 不少的政华队伍的腐败分子 有关系 像王尼科指令 有的啊 很多 这我都知道 以后这样的故事很长 我慢慢给大家聊 我会写出一本书来 把这些底下的这些 阴暗里 阴暗面 这底下的这个黑暗面 这些人做的黑暗面 不是我们社会的黑暗面 是这些腐败分子 做的见不得人的事 我都要一一的列出来 所以我也不怕 得罪人 我不会得罪好人 我坚信这一点 我也希望我们演出协会啊 发展的越来越好 真正的为我们这个行业 带出一个模范来 你们的担当精神 我佩服 但是你们的规章制度怎么样 执行程序怎么样 合不合法 也希望你们规范一点 好 今天的时间到这了 我是李佛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